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共享美好生活 中秋国庆双节之际 祝大家节日快乐 合家幸福 节目的开始呢 首先进入到本周的1905上新了 近期有多部家片在1905电影网上新播出 那么首先呢 要为大家推荐的是 汤姆汉克斯 梅格瑞安在1993年主演的经典爱情电影 《西雅图夜未眠》 在这部曾经温暖过无数观众的浪漫喜剧当中 山姆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到了西雅图 通过电台热线和信件 与记者安妮开启了一段充满神秘和未知的情缘 从西雅图到巴尔迪摩 这份遥远的真爱之约 终于在帝国大厦得到了兑现 不妨此刻打开1905电影网APP 登陆VIP影院 即可感受这部影史经典的魅力 孙 叫把王龙 《猛虫喜剧电影狗果定理》 也正在1906电影网上新播出 影片用小狗果汁串联起了 出于不同人生境遇的各色人物 在四个相互独立却有彼此关联的故事当中 主人公们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救星考验 并且在果汁的帮助下找回了自我 明白了幸福的真正含义 我想你也一定能够从中找到自己 对于人生的那一份理解和领悟 感受有爱人有爱宠 陪在身边的那份幸福 幸福是什么呀 其实幸福就一直在我们来世的路上 而我们常常忽略 又是一年中秋节了 我发现如今网友们过去中秋啊 可真的是仪式感满满 有的呢是在家自制月饼 蛋黄留心 豆沙馅 五人馅 甚至是冰皮月饼 软嫩香甜 健康又美味 有的呢研究起了创意摄影 用纸杯拍出了中秋氛围大片 和月亮来约个会 还有多才多艺的网友 从影视剧里找到灵感 玩起了嫦娥仿装 就差怀抱一只玉兔了 心灵手巧的网友 还用矿泉水瓶改造古风书法登陆 在做手工的过程当中 修身养性 放松身心 收获治愈 中秋呢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电影里呀 有很多难忘的中秋场景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月亮本身 也被赋予着团圆思念 等美好的寓意 在电影《岁月神偷》当中 两个小小的双黄莲绕月饼 是一家四口期盼已久的甜蜜滋味 度那年代里 经历过生活的暴风咒语 平安相聚 就是最大的幸福 月到中秋分外明 人到中秋情更浓 燃眼少年的天空里 天台上一轮巨大的圆月 见证了闲鱼少年 和杂草少女的相知相遇 灯光点亮摩天轮 也在无声地为两人庆祝着 这个特殊的中秋 月圆之时也会让人想起 古装爱情电影《画好月圆》里 那首经典的《画好月圆》夜 伴着烛光赏月 在两情相悦的甜美氛围当中 月亮也格外的明亮 《九品芝麻官》里的月亮 承载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心成则灵 月亮最亮最圆的时候 向他说出心愿 就一定能够实现 而在《独行月球》里 独孤月独守月球 成为了全人类生存的希望 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彷徨和无助 张子峰 胡先旭主演的《戴影星片》 《穿过月亮的旅行》 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 中秋节当天的故事 影片改编自池子健的小说 《踏着月光的形板》 一对年轻夫妻 为了给对方惊喜而互相奔赴 在温柔的月光下 开启了一段浪漫的旅程 相隔千里 勇敢追爱 我们期待着这部影片 能够早日上映 与观众见面 那中秋节呢 最美好的一项就是圆月 中外电影人们 也经常把月亮扳上大荧幕 神偷奶爸里的格鲁 为了当上第一神偷 决定实施偷月计划 飞奔去月球里的小女孩 为了儿时的传说 竟然造了个飞船 去月球探险 还有短片《月神》里的 奇思妙想 殷勤缘缺的背后 竟是这个家族的 代代传承的付出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通过一支短片 来工赏电影里 最美最圆的月亮 右边电影里的 猪猪猪猪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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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你爱我的每个模样 融化成最甜蜜的糖 我曾有过许多幻想 那些有你的时光 等到烟花绽放的那天 你在我身旁 像在一个美好的晚上 写着一首歌爱给你唱 想要对你讲 你爱我的每个模样 化成最甜蜜的糖 国庆佳节 也享受小长假最好的方式 可能就是去影院看一场电影 那今年的国庆档阵容 可以说是群星云集 题材新颖 风格迥异 看点十足 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趣味和需求 那快来查收这份 2023年的国庆档观影指南吧 张艺谋导演的《坚如磐石》 集结了雷佳音 张国立 余和伟等十例演员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侦察之旅 爱情电影前日四 一年早婚则是来了一波回忆杀 前任系列的主角 悉数回归 继续聚焦当代都市男女的 爱情探索与人生思考 魏祥王志主演的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温情动人 作为中秋国庆档期 唯一的一部喜剧电影 一定会给你带来 开心治愈的观影体验 邱里涛指导的警匪电影 九三国际列车大集案 莫斯科行动当中 张涵与刘德华 黄轩上演猫鼠游戏 再现今天的跨国大案 与全城高能的硬核追捕 可以说是这个档期 最值得期待的 生猛动作大片 陈凯歌指导的战争史实电影 志愿军雄兵出击 以赤城之心竟赤子军魂 塑造了昂扬无味的 志愿军青年群像 并面行军 野林伏击 雪原轰炸等多元战争场面 看得人惊心动魄 在尽显巨制规模和工业化 标杆水准的同时 也带领观众更加全面地 了解这场新中国立国之战 一支视频为您来解读 今年国庆档影片的精彩看点 那我介绍一下 你这趟昨天晚上跟你吃饭的时候 说什么了 看来还得当我们师徒联手 干大了 干大了 上浪战场 同声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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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 不管在球场上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要竭尽全力备战 能做到吗 咱俩当年御灵双群了 现在就是你一个芳草孤鹰吧 你说我最近相亲吗 人都还不错 但不敢深入接触 不是不是 静点 根据我的分析 你现在变成 危险 逃避人 爆款爱情喜剧电影《前任》系列 横跨十年 以轻松幽默又不乏思考的形式 探讨都市青年的情感与生活 有笑有泪 一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前任3 再见前任》 在当年是打破了 华语爱情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 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影片 也贡献了试炼名曲 体面 说散就散 其中 孟云用至尊宝的造型 当街施爱 还有林家狂吃芒果 导致过敏昏厥等名场面 都成为了经典 片中的台词 更是句句戳心 到今天 依然被观众所津津乐道 缘起缘落 默然回首 总有一个人让你舍不得 不甘心 放不下 那就来和我一起 回过《前任》系列电影 来体味爱情的白种滋味吧 那哪次出这段 你面名 晚上的 你偷了 我多少也有一些 表演的成分 咱俩是两个极端 你是零沟通 我是全交代 少使的链 叫合琴合拍 长大后的链 叫合并合作 走 醒了 我们还没有进来 我们分手吧 时间真快 我们都冷了 你说我们这些年 都冒了些事吗 你不能去哪儿 那天老赵跟我说 他们那代人觉得 东西坏了是可以学的 而对于我们来说 东西坏了就应该坏了 其实 我只是喜欢 别人喜欢的感觉 那要是你不要我呢 那我就冠成 在最繁华的街道中 大喊一万遍 林家我爱你 如果你没有我呢 我只想每天看见你 听见你 天天和你来在一起 你结婚吧 谢谢你让我知道 爱生一个人 并没有这么大 你不行就像我自己吗 1905引人说 对花艳线新片主创 探计电影幕后世界 国庆道呢 已经拉开帷幕了 类型迥异的电影家 总让观众大饱眼福 哪位电影主创 将做客本期节目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从一开始我们这个电影 是要拍摄两个多月 完成到慢慢拍着拍着 就变成了八个月 这八个月 真的是我人生当中 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能参与到 这样的一个题材 这样一部戏 是我的荣幸 就是大家在享受 快乐的这种同时 又能看到一些 这些孩子们的可爱 天真 一些温暖 和他们对于梦想的 这种执着 我觉得会特别打动人 就是一直一种炙热 一种热爱 让你去坚持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会发生一些 你真的意料不到的惊喜 花里护哨的 我觉得不一定会打篮球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 就超级开心 尤其是那个对对 对对她是一个 随时会笑得炸掉的一个女生 就会被她的那种 感染的眼儿感动 也会跟着她一起开心 一起笑一起哭的 然后亮亮也是从一开始 几乎一句台词说不出来 紧张 到最后拍摄 到最后的时候 每句我的词都能接得住 然后也不用再去提醒她 包括从一开始 完全不会打篮球的一个孩子 最后能够投到篮球架里 这都是我觉得 我们发现是一个 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变成了一些可能 我希望这部片子能给大家看到 传达一种力量吧 能让他们也看到新青年身上 是这么可爱的一些人 让社会多给予他们一些 关爱 平视和一些善意 每一个球都给全力以赴 什么情况 到底论 1905有宝藏 这里为您挖到 1905电影网的宝藏影人 和宝藏家片 电影《坚如磐石》的上映 对于今年四十不惑的主演 雷佳音来说意义非凡 他用二十年的奋斗 实现了出演张艺谋电影的梦想 其实回顾雷佳音的成长轨迹 和奋斗历程 我们会发现 他对于电影 对于表演的那份热爱 与赤诚之心 也一直坚如磐石 2012年的《黄金大结案》 是雷佳音与导演宁浩的 首次合作 他在片中饰演痞子小东北 磨难激发出了 他内心深处的正义 电影的结尾 他也终于蜕变成为了 一个大英雄 首次担当男主角 当时的雷佳音 在社交平台上 连载了十余片的心得体会 激动不已地和观众分享 他在荧幕内外的成长故事 到了2016年 他在悬疑喜剧电影 《记忆碎片》当中 饰演律师五大名 抽丝剥茧解谜团 波云渐日寻真相 在电影《古董局中局》当中 雷佳音是落魄的五脉传人 古三代许愿 也是一个野鹿子出身的健保高手 赌命入局 长明眼 趣味存真 变人心 在《迪战电影悬崖之上》当中 雷佳音饰演叛徒谢子荣 用有限的戏份 完成了对这一反面角色的精彩诠释 在生存和死亡的选择面前 谢子荣丢下信仰 绝望而无助地 走向苟且偷生 结尾遭遇突袭 他更是把宾死前的反抗与挣扎 演绎得十分逼真 在与导演苏伦的两次合作当中 雷佳音都付出了加倍的努力 因为他每次都是一人分尸两绝 2018年的奇幻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里 他饰演90年代的穷小子陆明 以及《时空错乱》中的霸总陆石屹 在今年春节档的《交换人生》里 他再度开启双重身份 不仅要饰演成熟的律师仲达 更多的时候需要在影片里 呈现一个精力换身之后 极具少年感的大叔 这对于自带喜感的雷佳音来说 完全就是驾轻救赎 他也成为了行走的笑点制造机 我想世上所有的好运 岂无疑都是长久努力的结果 演员雷佳音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创作 不断地打磨演技 在荧幕上全是角色的同时 也在品味着苦辣酸甜的百味人生 每一个人物都在他的演艺生涯里 意义生辉 我们也期待着雷佳音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大家只需要登陆1905电影网APP 就可以观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电影 贡赏演员雷佳音的光明历程 发像在皮像之内 真身在假针之中 我 我都想过 想要观看更多的好电影 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APP VIP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芯片大片 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